這個在2012年開始這個 台電的這個大林電廠 他做了一些改建更新的工程 那因為這個跟煤倉系統有關的這個廠區 是要是這個高風險區 他們要防止這個 塵暴、氣暴等等災害 所以他必須使用大量的一個所謂的防暴 電氣管配件 今年8月6號 金屬中心去抽檢 10件有6件是不合格的 是誰在人謀不張啊 你是怎麼驗收的 這些 加起來不過2000多萬 2000多萬就可以這樣胡搞 人謀不張 請問我可不可以懷疑那80億的工程 有多少不可告人士在裡面 我們要求這三件事情 第一 台電區使用違品 驗收不實 第一個我們要追查責任 第二個根據目前出判結果 還存在不合格的這個規格的設備 應該立刻拆除下 把設備送到金屬中心 根據國家標準 CNS標準 進行全面的檢查 然後 防暴電器設備不合格 我們要求經濟部跟勞動部要 啟動 全面的清查 我們要在香港 我們要求經濟部 最好 兩條 你 rights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